彰化北斗有一名芳姓女子疑似感冒 要吃過量 導致全身癱軟 意識不清 警方接獲報案 會同消防隊員破窗救人 最後在二樓的臥室 發現女子的身影 將人緊急送衣 有人在嗎 沒辦法開門 警方互報了女子住家 發現門窗全部上鎖 電話也不接 遠景隨時找來消防隊員假梯 爬上二樓 發現門窗也鎖著 照回到一樓 破窗 進入屋內 消防隊員進入屋內敲門呐喊 跟著爬上二樓 阻一敲門 坐在二樓臥室 發現女子身影 女子被抬下樓 全身貪軟 臉色發白 意識相當模糊 救人員將人固定在彈降後 緊急送衣 方明 四肢無力 躺過床上 繩子迷糊 所幸方明 呼吸 脈婆 接正常 隨即就交由救護人員送往彰化醫院治療 張花北斗警方日前接獲方心女子電話 直撐身體不舒服 需要救醫 警方到場後 發現門窗上鎖 幸好緊急破窗後 將女子送醫 女子時候表示疑似感冒藥吃太多 才會導致四肢無力 省治不清 幸好救醫後 人已經清醒 反家休養 借單人貌張花參謀島 馬洪竈